小朋友坐在三輪娃娃車上 家長只要用一隻手 就能輕鬆推動 這款輕便型娃娃車 在大陸被稱為六娃神器 售價從台幣兩百塊錢 到四千五百塊都有 是網購平台上的熱銷商品 但大陸央視最近抽查 市面上五十匹次的三輪娃娃車 卻驚訝發現這款商品 安全性大有問題 這個沙彈這個負載 就相當於一個孩子 我們看就是說 在這種狀態下 我手放掉了 它是會往後傾倒的 不只穩定性不佳 三輪娃娃車 更被發現多處 可能夾傷右銅手指的細縫 對抗顛簸路面的動態耐久性 也未達標準 三項檢驗 合格率 通通是零 像這個車經過耐久車子之後 供家長推行用的這個連桿 在這個部分 在這個部位斷臉 那麼這種情況就是說 家長失去了對車的控制 除了可能害小朋友受傷 娃娃車選材 也被驗出塑化劑超標 恐怕會對小朋友帶來環境荷爾蒙傷害 現在看到經過檢測之後 它這個已經超過了國家 實際走訪河北形臺的娃娃車工廠 這裡生產的三輪娃娃車 銷量佔大陸的百分之五十六 全球的百分之三十 但卻沒有任何生產標準 和設計圖紙 有廠家為了表示產品很堅固 甚至親自站到娃娃車上展示 但卻沒辦法解釋為何檢驗不合格 只能提醒家長們買娃娃車的時候 選購有品質保證的產品 才能真正溜的開心溜的安全 記者唐一全部到